實在就是S.U.M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通神汽車電經理阿勳 那今天呢 給大家帶來這台大家非常熟悉的車款 俗稱國民神車Toyota Artis 2017年出廠的雅治版新車65萬 那本店售價為45萬8 那現況行走離場為11萬公里 那這部車呢 那其實大家對它來說應該是不陌生啦 也是同時也是目前二手車市場最熱門 也是詢問度最高的1.8國民房車 2017年呢 屬於這部車的小改款車型 我們看到它有新的水箱護照 還有更新款更銳利的頭燈造型 還有更誇張的前氣霸 那本車呢 仍然維持全車元氣原版件 並且全車都在Toyota原廠保養的完成履歷 那由於車子的車領僅僅三年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台車的漆面 仍然維持的跟當初新車出廠的狀態 差不多 來我們打開後車廂 我們看到 Artis呢 即使仍然保持到一貫中規中矩的後廂空間 開口還算方正 在放置物品的時候也還算是便利 那主要是這個飾板跟兩側的護板跟上蓋板 都沒有明顯的使用問題 打開這台車的引擎室 我們一樣 打開引擎室我們第一個站到 就是原廠的排氣管制標籤 還有車身的辨識條碼 那Toyota的重點是 它的水箱護照呢 一定會帶有一個流水編號 所以表示這台車呢 整體的結構 以及所有的板件 都還維持著十分完整 來國民神車 果然很國民 打開我們這個車門 被第一個站到這個內裝 散露出來的這個氣氛 其實相當的不錯 新車膠膜 仍然維持在沒有濕 那每個板件呢 仍然都有這個出廠的車身的電視條碼 那再來帶大家進到內裝的部分 進到車室裡面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體的車室氛圍呢 我們維持著非常的新 在方向盤 排檔桿跟兩次的座椅 原來這個沒有多餘的使用痕跡 那我們看到這部車屬於雅致型 所以它沒有 恆溫空調屬於是 傳統這種旋轉式的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呢 就是中間的螢幕呢 我們公司已經幫這位車主 各位客戶升級的這個安卓主機 原廠三浦四的方向盤呢 上面有載一組 可以快速控制我們中控主機的音量 還有旋台旋轉的按鍵 本車行走里程維持13,100公里 那全車都在Toyota原產做保養 里程保證 好的 以上呢 就是這一部呢 大家最熟悉的Toyota Artics 同時它也是市場上最暢銷的一部 1.8 中型級距的房車 2017年出場 小改款車型 新車要價65萬 雅致版 行走里程為11萬公里 那本店的售價為45萬8 喜歡這台車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也歡迎你來預約賞車 那如果喜歡我們拍攝的影片呢 歡迎各位幫我們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 我是通神阿勳 謝謝你今天的廠車 實在就是SUM